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很高興又一次有機會 和我們一起來分享上台語 從今天一開始 我們的特徑進入到 彼彼來書 彼彼說是整本心境裡面 很特別的一貫切 他奉彼在 背心裡面 但是他和其他的背心 卻又很不一樣 不論是他的作者,他所做的對象 他的背景 頂頂的資料差不多都 沒辦法很確定 我還記得在很早期的時 也看過一些主題的赤 他們把彼彼來書 也算在保留所寫的背心裡面 但是通過 那麼根據的心境的研究 大部分的學者 已經可以確定彼彼來書 並不是保留所寫的背 不過究竟 到底是誰所寫的 這就都沒有一個定論 彼彼來書的特別 也會表現在他的內容上面 彼彼來書 通常說是最多 連結、故郵和心郵 心境的一貫切 特別是他對他所寫的身份 有很多因情和討論 所以如果要很好 來瞭解彼彼來書 這樣也必須要對 故郵的心境有一定的了解 才可以 今天我們所寫的 彼彼來書的一開始 很明顯 他就跟其他的背心 很不一樣 他沒有一開始 清安 他已經直接進入到 他的主題 就是在討論 彼彼彼的身份 從今日的第一節到第三節 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對上帝的人物 是對什麼方式 對什麼官德來的 在古幼的時代 上帝通過他的老婆 也就是進生地 用我們人來講話 讓人通人物 到了新有的時代 上帝更加進一步 讓他的兒子 野蘇基督 真多的人 來到我們的中間 讓我們來團港 關閉上帝的真理 讓我們可以更加人物 這位上帝 用很好音樂書 在19.18這樣說 比別有人看到上帝 這位立白心懷中的独身的兒子 將他表明出來 所在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受創者 真悠閒 有還有很多人 根本就沒辦法 靠我們自己的方法 靠我們自己的努力 來要來了解 跟人物相對 但是我們所人物的相對 他是很願意 讓人欺視他自己 讓我們可以通過性經的威 通過性神的欺視 讓我們可以明白相對 他的本質 以及他對我們的心意 願我們相相在相對 未來民 倘在的憂慈 在的巴掌 也要領受對相對來的 平安跟祈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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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